大家好,这里是浴灌工业 今天要跟各位说的是 古风机为什么要装试压阀以及过滤器 主要试压阀跟过滤器的功能 像试压阀的部分 是要防范一些吸尘真空的情形 管路中没有气体 能够帮我们的马达做散热的时候 会导致马达过热甚至烧毁 所以要装我们的泄压阀 那过滤器呢 有客人他在吸的过程中 把清洁用的布直接吸进去 那导致我们的液轮卡死 那卡死马达一定是烧毁的 所以过滤器也能够防范这种情形的发生 很多的应用类似像集成 例如木工 它的木屑粉尘 也可以透过过滤器阻止 溢入吸入古风机这种情形的发生 接下来为各位展示简单的运作原理 古风机接过来到过滤器 接着施压阀在这边做BIPASS 要吸的置距及管路是从这边进气 从另外一端排气 进气一定要先接施压阀 经过过滤器才可以保证我们吸入的气体都有经过过滤 避免异物进入古风机的这种情形 接下来为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施压阀 施压阀的构造其实相当的简单 那各位在挑选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口径 那我们把盖子打开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构造 原则上它就是法板透过弹簧把它固定在这里 这边的罗帽可以调整弹簧的松紧 那当我们在用吸气的部分 毕竟它的真空度只有100多MB没有很高 所以要能够微微的就会打开法板 这样的弹性就够了 那当我们气体在吸管路形成真空的时候 它就会正常的作动 那我们现在装上去给各位看看 好,现在我上电 现在我们用滤器进入 各位可以看到是要把滚的动作 直接就往下移动 打开法板 这样就可以避免反入吸真空没有空气 然后导致马达烧毁的这个问题 刚刚我们那个是抽气 抽真空的应用 那我们把它反过来装 事实上也可以用在吹气的部分 一样的我们在罗帽这边 来调整我们要的松紧度 来试试看这个阀门是不是能够正常开启 如果是吹气的同时 一样,你气体吹不出去 就不会吸新鲜的空气进来 帮忙散热 也会导致马达的烧毁 所以我们也要地用三通做BiPas 当我的主管路压力出不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泄压阀 从这里吹气把气体排出来 这样也可以达到我们泄压的目的 有些客户会问 如果不装施压阀 然后马达过热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给各位看看 首先我们先把施压阀拔掉 然后待会会把管路堵起来 模拟吸真空以后 没有新鲜气体进去散热 所产生温度温升的问题 目前我们现在测量 马达的温度是30、31度 夜轮的温度大概是29、30度 等一下我们就来测试看看 先启动一段时间 让马达跟夜轮稍微有点温度 看看会到几度 运转一段时间之后 甚至还有温度比较低的情形 就是因为现在都有新鲜空气吸入 帮助散热 所以可以让温度原本凉的常温还更低 那我们现在就把吸气口读起来 模拟过热的情形 我们现在就是 不用纸盒来模拟吸气的部分 没有新鲜心吸入 产生温度 现在用温度计测量 马达的部分 已经来到了30几度 夜轮的部分 也来到了40几度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温度就提升了这么多 那这种散热不良的情形 如果一直持续 会导致马达过热烧毁 加装施压法 可以改善这类型的情形的发生 以上就是我们浴灌工业 为什么鼓风机要加装施压法 以及过滤器的影片介绍 谢谢